浅谈美国入籍面试100题的学习 2.本节向您介绍乔治华盛顿 乔治华盛顿是美国开国元勋 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率领大陆军团赢得了美国独立 他也是首任总统 在公民入籍考题中多道题目与他的事迹有关 请看如下 第一,美国最高法律是什么? 宪法 第63独立宣言何时通过? 1776年7月4日 第65制宪会议达成什么? 拟定宪法 第66宪法何时拟定? 1787年 第69谁是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 第94美国首都在哪里? 华盛顿特区 第100列举两个美国法定假日 其中10个联邦假日中 总统日是因华盛顿的生日而定 1.关于宪法 参阅了维基百科等网络信息 1787年 华盛顿在费城主持制宪会议 作为一名身受人们爱戴的英雄人物 他靠自己的威望聚集人气 维持会议秩序 拟出世界上首部成文宪法 《美国宪法》并获得通过1788年宪法正式生效 这就是美国宪法与华盛顿关系情况 2.独立宣言1776年7月4日通过 美国13个州联合发表《独立宣言》 虽然宣言书没有乔治华盛顿签名 当时的华盛顿是作战总司令 为了脱离英国统治与英军激烈作战 乔治华盛顿是美国开国先驱之一 这是独立宣言与华盛顿的关系 3.1787年华盛顿在费城主持制宪会议 拟定宪法 完稿后经过13个州艰难投票通过 于1788年正式生效 这是考试题第65题制宪会议达成什么事 与华盛顿所主持的制宪会议的关系 4.宪法核实拟定 1787年华盛顿在费城主持制宪会议 起草美国宪法 这就是考试复习题第66宪法核实拟定的答案 5.谁是美国国父 乔治华盛顿是美国国父 华盛顿深受人民爱戴 他是美国开国先驱之一 美国民主制度的主要推进者 许多沿用至今的规章制度和政府架构 都来自他在任时候出台的 他以身作则拒绝第三届连任 最终促使总统连任不得超过一届的不成文惯例 被写进了宪法第22号修正案当中 6.考试第94题 美国首都在哪里 首都在华盛顿特区 现今美国首都是以华盛顿总统名字命名 首都华盛顿不是美国的州 是特区英文简称DC 所以应回答Washington DC 华盛顿特区 7.考试第100题 要求列举两个美国国定假日 其中总统日就是以华盛顿诞辰日定为总统日 华盛顿生日在2月22日 每年2月的第三个星期一就是总统日 让我们来练习考题中 与华盛顿总统世纪关联的7道题 What is the supreme law of the land? 第一题 美国的最高法律是什么? The constitution 回答 宪法 What is the supreme law of the land? The constitution When was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dopted? 第六十三题 独立宣言 何时通过? July 4th 1776 回答 1776年7月4日 When was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dopted? July 4th 1776 What happened at 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第六十五题 制宪会议达成什么事? The constitution was written The founding fathers wrote the constitution 回答 拟定宪法 What happened at 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The constitution was written The founding fathers wrote the constitution When was the constitution written? 第六十六题 宪法何时拟定? 1787 1787年 When was the constitution written? 1787 Who is the father of our country? 第六十九题 谁是美国国父? George Washington 回答 乔治华盛顿或回答华盛顿 Who is the father of our country? George Washington What is the capital of the United States? 第九十四题 美国首都是什么? Washington D.C. 回答 华盛顿特区 What is the capital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Name two national U.S. holidays 第一百题 说出两个美国的国定假日 New Year's Day Martin Luther King Jr. Day President's Day Memorial Day Independence Day Labor Day Columbus Day Veterans Day Thanksgiving Christmas 回答 自选两个名称 后面是介绍华盛顿生平的事迹 来自网络 若有时间 请继续观看 多了解关于美国历史 加深印象 有助您在入籍考试复习或临场应对中 融会贯通 灵活答题 在美国生日这一天 我们来认识美国最重要的立国文件之一 独立宣言 1760到1770年之间 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和宗主国英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1775年 双方终于爆发列克辛敦和康克的战役 在殖民地于1776年7月4号宣告从英国独立时 殖民地和英国之间已经进行了一年多的战争 到了1776年 独立之声已经响彻云霄 庆祝美国独立纪念日 不能不提到领导美国赢得独立战争的乔治华盛顿 值得注意的是 1776年第二次大陆会议在费城批准独立宣言之时 乔治华盛顿率领大陆军在纽约和英军对抗 因此独立宣言上面并没有乔治华盛顿的签名 乔治华盛顿不仅领导美国赢得独立战争 他的许多所作所为都对当今世界有着深远的影响 美国首都华盛顿等于美国第一位总统乔治华盛顿 乔治华盛顿是一个有着远见着视的人 他知道我们可以创造一个特殊的与众不同的国家 他还知道每一代美国人都要认真地照顾好我们建国的理念 作为美国主要的开国元勋之一 华盛顿不仅领导独立战争 还帮助奠定了美国政府的基本架构 他主持1787年的制限会议 该会议制定出的美国宪法对西方民主制度影响深远 华盛顿在独立战争期间 以及在美国立国之初的各种丰功伟业 不断地被人们歌颂 不过更让全世界人们所赞叹的是他不眷恋权位 在完成两任总统任期之后 毅然决然放弃所有的权利回到佛农山庄 这种做法在当时前所未见 消息甚至传到中国激发当时清朝名称撰文赞扬 华盛顿的这些所为让他被全世界人民所敬仰 然而真正让他世世代代受人尊敬的 就是他的所不为 他没有重复封建王朝打天下做天下的怪圈 而是依然在总统任期结束后结甲归田 华盛顿如此受到尊重的原因之一 是政府不断地赋予他权利 但他却从未滥用过这种权利 在英国的乔治三世 听到华盛顿拒绝终身连任的消息后 先对这个消息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然后他说 如果这是真的 他将会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 因为没有一个成功的领导革命的人 会在胜利后主动退位 但乔治华盛顿坚持对共和的承诺 这显示了他卓越的品性 政治的人格和非凡的天才 认真对待自己做的事情 因为别人会在以后的时间里 以此对你做出评价 因为他意识到 这个国家是所有人的国家 而不是少数人的国家 我想这就是他成为一个伟大总统的原因所在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